年节期间本土疫情延烧 再加上天候欠佳 种种因素影响了民众出门意愿 根据捐血中心的统计 桃珠苗地区血库告急 所有血型的存量都剩不到两天 几乎已经没办法正常供应医院来救助病患 苗栗捐血站也呼吁大家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农历年过后 封面过境加上连日雨势 导致苗栗捐血站门可若雀 站长谢正新指出 英语很冷天气 加上本土疫情影响民众出门意愿 前几天捐血单位都只有两位数 甚至还出现各位数的窘境 导致血液库存严重不足 尤其O型、A型已无法正常供应医疗用血 部分医院还发布了献血公告 桃珠苗地区用血量平均一天 大概要1100代左右 可是我们过年期间到这段时间 捐入量才大概800多代 所以差了将近300多代的那个间距 那我们在中间因为尤其最近这几天 库存量都掉这只剩两天 那尤其A型跟O型都只库存 只剩一天左右 那我们虽然有紧急从别的中心 掉了800多代的A型跟O型 可是还是没办法满足医院的用血量 幸好天气放晴 无需有民众到捐血站报到 从18岁开始捐血的郭先生 此多年来捐血单位数已达75 固定每三个月玩起衣袖捐热血的他 透过捐血方式深感助人为快乐之本 想说就也做做善事啦 能帮的也不多就捐捐血还可以啦 那捐完血感觉怎么样 还好啦 都有在运动 就也捐习惯了 没有什么感觉 对对 只是就是要抽空过来啦 还好没有什么不舒服 那有此一说就是说 捐血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因为这样子 感觉不一样 可能多多少少吧 反正就是做善事啦 做善事心情就好 就可能自己也觉得健康啦 苗栗捐血站强调 捐血一代就人一命 凡是打过新冠疫苗者 只要接种后无不适症状 就可以参与捐血 号召民众把握延假 出门捐血 顺便走走 此外 3月1号下星期二 苗栗捐血站也将有一场捐血活动 欢迎大家踊跃响应做公益